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代表作《象与奇象人》 光听书名呢,你可能会问,象与奇象人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对人内心的一种比喻 我们的心理可以分成两半 一半像一头桀骜不驯的大象 而另一半像试图控制大象的奇象人 大象代表我们头脑当中的感性部分 包含着各种感觉、本能反映、情绪和直觉 奇象人则代表着理性部分 掌握着有意识的思考能力 可以进行分析和判断 大象往往只看中眼前的利益 及时行乐而忽略长远的好处 而奇象人呢,沉着、冷静、考虑得更远 就像是大象的参谋 按理说大象和奇象人各有所长 只要配合默契就能够让我们顺利实现目标 可问题是,奇象人虽然能够高瞻远瞩 却懊不过身强力壮的大象 结果呢,奇象人想让大象向西 他却偏要向东 折腾来折腾去 奇象人累得要死 大象也离目标越来越远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你就更容易明白我所讲的这种感受了 比如说你想趁业余时间去学习英语 参加等级考试 虽然你内心的奇象人知道 这样会对你以后的职业发展有很多的好处 可是到下班回家该背单词的时候呢 心里的大象会想 嗯,今天太累了 先看几个视频 耍耍微博放松一下吧 就这样 感性的大象压倒了理性的奇象人 让你把背单词的计划抛到了九霄云外 事后你可能懊恼不已 但就是忍不住的找点乐子 所以说分裂的自我 让我们经常掉进情感与理智的思想斗争当中 这种冲突不仅会影响我们决策 也会削弱我们的幸福感 我们一边想要改变 一边又陷入否定消极的情绪 导致无法行动 所谓的知意行难 就是这个道理了 那难道说 我们只能屈服于心中的大象 任由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想干嘛就干嘛吗 好消息是 奇象人虽然不能够强行命令大象 却可以重新的训练大象 和他达成共识 一起奔向正确的方向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大象和奇象人 齐心协力收获幸福呢 在这本书里 乔纳森·海特就介绍了 象与奇象人的相处之道 通过分析理智与情感冲突带来的幸福障碍 他给我们提供了调整思维的有效方式 并且揭示了幸福感的真正来源 教你如何更加理性和积极地追寻幸福和意义 相信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 大家至少会明白下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幸福呢 第二 为什么说找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 对幸福感很重要呢 第三 如何通过逆境获得幸福呢 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代表感性 奇象人代表理性 两者之间的冲突常常让我们陷入无助 焦虑甚至恐慌之中 阻碍我们感受幸福 这些障碍有哪些表现呢 本书作者总结了三点 无能的意志力 心理干扰和冠冕堂皇的理由 先来说说无能的意志力 大家可能听说过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这个实验呢是说研究人员告诉一组四岁的小朋友 他有两盘棉花糖 一盘里呢只有一块 另一盘里有两块 现在他要先离开一会儿 如果能够等到他回来 就能够拿到两块棉花糖 但是如果不想等 就只能拿一块 虽然明明知道 等待会带来更大的奖赏 可是呢 绝大部分的小朋友 还是没有能够等到研究人员回来 就要了那一块棉花糖 由此可见多数人面对诱惑都会举手投降 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知道感性相当于自动化系统 比如说直觉和本能 而理性呢相当于控制化系统 需要我们去主动的调控 这个过程就需要意志力 但是问题是 意志力就像是肌肉力量会越用越少 可想而知 用有限的意志力去对抗自动运转的感性系统 最终的结果肯定会败下阵来 那再来说说心理干扰吧 这个呢 说的就是每个人的内心当中 都有黑暗邪恶的一面 就算我们再怎么压抑和否认这些念头 他们还是挥之不去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实验 叫做白熊实验 那实验对象呢 被要求不要去想白熊 结果他越是提醒自己 不要想白熊出现的就越频繁 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主动追求某个目标的时候 头脑当中的自动监控系统 会时不时地检查进度 如果你的目标是不要想白熊 自动系统在检查你有没有想白熊的时候 白熊自然就会出现在脑海之中 这个时候理性系统就要花更大的力气 分散注意力 提醒你不要想白熊 可是我们刚才说过了 意志力是有限的 当理性系统的能量用完 就完全阻止不了自动系统的运作 脑海里的白熊也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越是想要摆脱 某种令人不快的想法 它就越是会萦绕心头 最后一个障碍 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事物的判断 往往是感觉在先 理性在后 如此一来 精明的奇象人 就成了大象的辩护律师 哪怕是再愚蠢的行为 我们也能够找到合理化的解释 举一个夸张一点的例子吧 一个醉汉在街灯下面找车钥匙 警察问他 钥匙是在这儿掉的吗 醉汉说 不是 是掉在后面的巷子里了 但是这里比较亮 好找一些呀 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 可能会让大家有所感触 那听完了上面的三个障碍 你可能会发现 很多时候 我们内心的大象 都会由着自己的性子 冲动行事 理性的奇象人 虽然想控制大象 却心有余 而力不足 正是这种冲突 加剧了我们的负面情绪 那么 心中的大象 为什么这么容易担忧 和悲观呢 在本书作者看来 我们感觉不幸福的原因 来自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点叫做 情感启动效应 说白了就是一个念头 会引发另一个念头 甚至行为 这个过程 根本就不需要推理和分析 比如说有研究就发现 不管是什么年龄 和背景的美国人 只要看到黑人的脸 或者是其他跟黑人文化 有关的文字和影像 就会产生负面反应 其实 这跟我们平时所说的 地域偏见有些类似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啊 在我们心里 有一个时时刻刻 都在运转的喜欢计量表 对于所经历的一切 统统会下意识地做出判断 喜欢的就靠近 不喜欢的就远离 也就是说 大象会根据本能反应 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就引导其向人 做出了决定 第二个原因呢 是负面偏好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对坏事的反应 比好事更快 更强烈 更持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是不是负面新闻 更容易引人关注呢 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 坏事 是不是往往 更有分量呢 这跟我们大脑的 两套系统有关 一个是能够引发 积极情绪的 趋劲系统 另一个是引发 消极情绪的 逃避系统 关键是 逃避系统会抢先收到 来自外界的信息 更快做出反应 比如 你听到蛇的嘶嘶声 立马会提高警觉 汗毛树立 哪怕你告诉自己你不怕蛇 心中的大象 还是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最后一个原因是遗传因素 科学研究发现 一个人平时心情的愉悦程度 有50%到80%跟基因 而不是精力有关 实际上我们的大脑 左右两个半球的活跃程度 是不一样的 有科学家发现 左脑比较活跃的人 心情通常更加愉快 更不容易陷入沮丧情绪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恢复得更快 更神奇的是 这种情绪反应的差异 从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 比如科学家发现 幼脑更活跃的婴儿 在跟母亲分开时候哭闹得更厉害 到了幼儿阶段 他们遇到陌生的环境 更容易觉得焦虑 在长大以后 也比较惧怕社交活动 不难发现 是否幸福这件事情 主要取决于大象的感受 而大象却偏偏容易放大负面情绪 让我们觉得不幸福 那么我们能不能重新训练大象 扭转他的想法呢 既然我们的心理 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情绪和反应 那么想要调整大象的想法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改变思维方式 怎么做呢 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三种方式 首先是冥想 它的关键点 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想法 聚精会神 放空头脑 一般来说 冥想都是做着 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 有节奏的吸气 吐气 逐渐地把繁杂的想法排出大脑 我们不妨把冥想看成是一种建脑操 可以锻炼你的专注力 为什么冥想能够驯服心中的大象呢 本质上来说 是因为能够改变自动化思考的过程 一开始 冥想可能特别困难 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管住脑子里的各种杂念 但是如果坚持练习 其向人就会越来越有耐心和力量 让浮躁的大象平静下来 各种负面消极的想法呢 也就大大减少 让我们获得平和的内心 如果说冥想是古老东方式的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要说的第二种办法 认知疗法 就是典型的西方解决方式 哪里坏了 修哪里 要知道容易陷入消极情绪当中的人 往往有着扭曲的思维方式 他们倾向于把责任和问题都归结到自己身上 而且会夸大事实和主观异端 结果导致消极情绪加剧 让扭曲的思考更加严重 所有这些都是大象自动化思考的结果 而认知疗法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确的思考习惯 从而打破恶性循环 认知疗法的核心 是先把那些让自己羞耻和痛苦的想法 毫无保留地全写下来 然后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 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 然后寻找替代方案 逐渐建立正确的思考方式 焦虑 沮丧之类的负面情绪 也会随之慢慢消散 通过认知疗法 我们会慢慢地形成一个习惯 那就是质疑大象的想法 比如停下来会想一想 这种感觉是对的吗 不对的话应该如何去看待呢 如此一来 心中的奇象人 就掌握了训练大象的办法 不会再任由他 发挥各种消极的念头 毫无疑问 不论是冥想还是认知疗法 都不能够一蹴而就 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耐心 中途可能还会遭遇失败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那有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呢 确实有 它是一类叫做选择性 血倾诉再摄取抑制剂的抗抑郁药物 最常见的是百忧解 本书作者亲身实验过 感觉就像是试了魔法一样 服药几个星期之后 他觉得自己变得很乐观 心情轻松愉快 还能够更坦然地接收自己的错误 当然了 试药三分毒 百忧解也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有研究发现 长期服用百忧解 可能会损伤记忆功能 另外如果突然减少用量 或者是停药 还有可能带来身体和情绪上的不良反应 所以说到底用不用百忧解 还需要谨慎考虑 总之 想要训练心中的大象 上面说的三种办法 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流 曾经说过 你认为生命本身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通过调整思维方式 用更积极的眼光 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 幸福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前面说了帮助奇象人 训练大象的一些办法 防止大象动不动就掉进消极的怪圈 不过除了调整观念 减少消极情绪以外 我们还可以从正面出发 主动追求幸福 去哪里找呢 别着急 我们先来讲讲幸福的两个原则 第一个叫做进展原则 也就是说在定下目标之后 只要朝着目标前进一步 我们就会获得暂时的满足感 换句话说 努力的过程比成功更让人幸福 大家可能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在做大项目的时候 完成的那一刻 只有一种卸掉包袱的轻松感 而真正的成就和喜悦 来自中途的每一次进展 第二个叫做适应原则 说的是我们对现状好坏的判断 是以已经适应的条件为基准的 比如说有人中了彩票 一开始肯定会特别的开心 兴奋的买新车 买房子 换工作 但是等到几个月后呢 他适应了这种新生活 幸福感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反过来 如果有人不幸瘫痪 刚开始会因为巨大的打击 而抑制消沉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他也会慢慢的适应 觉得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从这两个原则不难看出 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 一个在于过程 一个在于长远 而不在于结果 或者是一时得失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呢 积极心理学家们 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幸福方程式 那就是我们真正感受到 幸福的持久度 取决于我们天生遗传的 幸福的范围 加上我们的生活条件 再加上我们自己 可以控制的因素 研究发现 基因对一个人的平均幸福程度 影响很大 而大部分外在因素 对幸福影响甚微 不过还是有例外的 比如说长期的噪声 会损伤认知功能 增加压力 再比如人际关系丰富 这样高的人 往往更加快乐 所以减少环境噪音 多交朋友 都可以让我们更加幸福 但不论生活条件如何 我们到底都能适应 既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 有基本能够适应各种生活条件 追求幸福的重点呢 就落在了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 这部分上 什么是自我可控因素呢 它包括了一些自发性的活动 比如说学习新技能 去度假 换工作 因为这些行动都是自主选择 需要有意识的付出时间 精力才能够完成 所以它不受之于适应原则 可以让幸福感更持久 那么我们如何选择 有利于幸福感的自发活动呢 首先可以利用心流体验 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 一项具有挑战性 并且跟自己能力相匹配的 活动当中时 就会进入心流的状态 这个时候 你会集中精力 关注努力的过程 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进展原则 你在不断地向目标靠近的 过程当中 就会不断体会到积极的感受 另外 发现和善用自己的优势 也能够提升自我满足感 因为人天生有一种 想要展现优势 发挥潜力的倾向 你可以想想自己有哪些优点 有什么活动 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些优点 然后长期坚持 就能够提高整体的幸福感 对于现代人来说 很多重要的目标和投入的过程 往往来自于工作 因此 找一份自己热爱的 具有挑战性的 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 对幸福感非常重要 听到这儿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 怎样主动追求幸福 虽然我们刚才说过 大多数身外之物 都对幸福感影响不大 但是有一样东西 却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 爱 都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毕竟 我们都是社会动物 假如没有跟亲人朋友之间的 关爱和依恋 就很难觉得快乐 19世纪末 法国社会学家 托尔干 在研究影响自杀率的因素时发现 那些社会关系 和肩负义务越少的人 越有可能自杀 相比之下 独居人士的自杀率最高 已婚人士的自杀率较低 而结婚 有小孩的自杀率是最低的 也就是说 人际关系 给了我们生存的意义 实际上 很多研究也发现 强大的人际关系 可以强化免疫系统 减少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 那么如何增强 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呢 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是互惠 有研究发现 关心别人 比接受帮助的好处更大 想做到互惠并不难 要知道 人类有一种互惠的本能 比如说 有一位心理学家 做过实验 他给一群陌生人 寄圣诞卡 结果大多数人 都选择回礼 也寄了卡片给他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 我们心中的大象 他就像是一个 模仿的高手 如果别人对你好 大象就会记住 然后想办法去回报对方 这样一来一往之间 双方就会产生 咱们是一伙的 这种心理 从而拉近 彼此之间的距离 那除了互惠以外 另一个人际关系的 粘合剂 是 依恋 依恋模式的形成 跟我们小学后的 经历有关 如果孩子能够从母亲那儿 得到足够的拥抱 抚摸和爱 我们心里就会构建起 安全堡垒 有了强大的安全感 孩子在探索外界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开放 大胆 性格也因此更加的 自信 勇敢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孩子在成年之后 容易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也更容易体会到幸福 有人曾经问过 著名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一个正常人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活得好 他的回答是 爱与工作 我们已经讲了 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 和一群爱自己的人 能够大大的增加幸福感 那我们最后要说的 这种获得幸福感的方式 有些不大一样 因为你要先经历一些痛苦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 面对伤害和压力 我们一般会想办法躲开 不过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发现 逆境其实是把双刃剑 它虽然会带来压力和伤害 但是也会带来自我超越 这就是所谓的创伤后成长 具体来说 逆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 逆境能激发出潜在的力量 改变你原本对自己的认知 有人说 没有什么做不到 只是没逼到那个份上 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在走出挫折和伤害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你比自己以为的更坚强 这种新的认知 又能够带来信心 让你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 度过人生低谷的人 往往活得更加的从容 豁达 其次 逆境能够让我们 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 俗话说 患难见真情 逆境不仅能够让我们 看得清楚谁是真朋友 也会改变我们的处事风格 有研究发现 一些女性在经历离婚 或者是丧偶以后 反而收获了更多的朋友 她们不再斤斤计较 住处要强 而是更能够体谅 和容忍别人真诚相待 最后 逆境会改变人生价值观 现实世界和影视作品当中 其实我们见过很多 这样的故事 原本有钱有势的人 在遭遇重大变故之后 终于明白家庭和健康 才是最珍贵的 总之 逆境最大的好处 就是点醒了 我们心中的大象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 和周围的世界 虽然说任何人 都能够从逆境中获益 不过比起天生乐观的人来说 悲观的人 可能要花更多功夫 首先我们可以参考 之前说到的调整思维的办法 防止心中的大象陷入消极 接着我们要建立 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 因为亲朋好友的倾听和帮助 都有利于我们理清思路 最后我们可以在事后 把事情经过和自己的感受 原原本本地写下来 帮助自己找到逆境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经历逆境也有黄金时期 那就是一个人15到25岁这些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大脑自传体记忆的巅峰时期 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 已经对人生有了一定的了解 能够把自己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串联成连贯的故事 科学家们发现 让人们回忆一生当中最重要 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绝大多数人的答案 都集中在了这十年 确实啊 人在这段时间 会做出很多的重大选择 比如考学 初恋 独立生活 这些事件也会对未来 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刚好在这几年经历挫折 克服磨难 重新站起来 也就能够从逆境当中 收获最大的益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 年轻时候的苦难 是人间最好的大学 所以对于青春期的孩子 父母们能不妨大胆地放手 让他们经历一定的挫折和痛苦 引导他们重新评估和调适自我 最终收获人生的智慧 好了 说了这么多追寻幸福的方式 对于如何找到幸福 本书作者海特也给出了结论 那就是平衡唯美 我们每个人都是相与其相人的组合体 幸福感就取决于 两者能否协调合作 优势互补 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自身的心理 在心流中获得满足 在逆境中超越自我 也要明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通过互惠和依恋建立联系 在群体中感受认同 就好像是书中所说的 幸福不是我们能够直接找到 获得或者实现的东西 必须先具备一定条件 然后再耐心等待 只要我们建立好 与自我和他人的良好关系 就相当于埋下了幸福的种子 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会自然浮现 幸福也就不期而至 相与其相人 这本书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在哪里呢 别忘了在留言区 一起来分享和互动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次 我们下期节目再次